用声音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哈喽 我是早咖啡的监制伊凡 在节目开始之前想和你说一下 我们的团队正在招式牺牲 如果你喜欢写作 阅读 对生活充满好奇 欢迎你来加入我们 好 那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您的生动早咖啡好了 请慢用 嗨 早上好呀 今天是2022年的10月17号 星期一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 几条商业科技清解读 和你打开全新的一天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上 有没有看到三花淡奶 科技与狠活这些令人迷惑的词 其实这些都是短视频网站上 对于食品添加剂的调侃 而国内知名的调料品牌海天 就陷入了添加剂的风波 股票价格大跌 市值蒸发400亿人民币 而消费者们对于食品安全 与健康的关注 又迎来了新一波的高潮 类似的担忧 其实并不仅仅是国内独有 欧美的消费者对于食品健康 也一直很关注 最近几年 对于食品配料表的要求 也是越来越高 很多人看到配料表当中 有看不懂的化学成分就不买了 那么消费者追求健康饮食 有些什么样的趋势 欧美的食品行业 又是如何来应对的呢 我们今天的清解读 就与此相关 在这之前 我们先来关注几条 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 奈飞的新动作 自从今年一季度 爆出失去了 20万付费用户以来 奈飞一直试图 用各种方式扭转颓势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就在上个周四 奈飞方面表示 下个月将正式推出 每月收取6.99美元费用 含有广告的流媒体基本服务 这一服务提供的 视频分辨率上限是720P 并且不允许缓存内容 另外每小时将会出现 4到5分钟的广告 这个服务将会率先在 美国 英国 日本和澳大利亚 等12个国家和地区推行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介绍 奈飞的这一计划 比Disney Plus 推出广告支持的流媒体服务 早了一个月 价格也低了1美元 但与此同时 也有不少的网友指出 虽然Disney Plus 比奈飞基本服务费贵 但是只要多加一美元 就能在迪士尼平台 拥有4K的高清体验 另外 呼噜 亚马逊等等其他平台 有广告的订阅服务 也都能支持4K分辨率 接下来我们看看 媒体大亨 莫多克的最新动向 根据英国卫报 10月14号的消息 莫多克正在考虑 合并福克斯和新闻集团 重新组建自己 在2013年拆分的传媒帝国 此前 新闻集团以出版业务为主 拥有华尔街日报 泰晤士报 太阳报 等等极具影响力的媒体 福克斯则主要专注于 以福克斯新闻频道为首的 广播和有线电视 知情人士表示 在流媒体和数字出版的冲击之下 福克斯和新闻集团的合并 将会帮助公司拥有 更大的竞争规模 合并之后 公司预计将拥有 大约240亿美元的收入 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 日本快时尚巨头 优衣库 公司训销集团发布了他们 2022财年的财报 在截止8月31号的12个月之内 他们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 7.9% 净利润大涨超过60% 达到2733亿日元 约合18.6亿美元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认为 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 北美 欧洲和日本以外的 亚洲地区的销售增长 而增长的成绩当中 也有日元贬值 推动汇兑收益增加的贡献 根据了解 由于日元贬值 训销以外币计值的 金融资产等等账面价值 在换算为日元之后 录得汇兑收益增幅明显 不过即使剔除汇率影响因素之后 训销集团全年度税后利润 仍然创下了历年来的最高 而中国市场也因为销售额的增长 成为了除日本之外 优衣库全球第二大市场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 微信刷涨支付的消息 根据品丸10月14号的报道 微信支付已经在深圳部分的商家 接入刷掌支付设备进行测试 用户可以通过刷掌纹来支付订单 微信内也已经上线了 微信刷掌支付小程序 这是在密码指纹和刷脸支付之后 微信推出的又一个新支付方式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 已经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于支付等等场景 亚马逊曾经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宣布 将会向65家新的商店 推广掌纹识别系统Amazon One 苹果也表示将会在明年 推出的MR头显当中 允许用户使用红膜扫描功能 来进行快速的支付 那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几条 商业科技动态 别走开 我们马上和你一起来聊聊 食品添加剂惹出了什么争议 欧美的食品公司又是如何应对的 欢迎来到今天的新解读 在国庆期间的社交媒体上 海天酱油因为配料表里食品添加剂 引发了新的风波 多次登上了热搜 其实早在海天酱油事件发酵之前 社交媒体上就已经有很多 关于食品添加剂的讨论了 最近两个月在短视频网站上 有一位博主通过食品添加剂 制作出了我们经常消费的各种食品 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积累了 接近900万的粉丝 在他的视频当中 用各种人造的色素香精和增酬剂 就能够制作出粘稠的蜂蜜 奶白色的骨汤 没有一粒芝麻的麻酱 和不用酿造的酱油 短视频平台上 关于合成食品内容的流行 也掀起了人们对于配料表的关注 有网友指责 海天酱油在国内销售的产品 含有添加剂 在日本销售的版本则不含 尽管海天卫业回应表示 他们销往海外8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产品当中 既有包含食品添加剂的 也有不含的 但是海天的公关 显然没有起到效果 经过国庆节假期的发酵 海天卫业的股价在国庆节后 开市首日大跌超过9% 连续三个交易日 跌幅已经超过15% 总市值合计蒸发400亿人民币 那么为什么添加剂的话题 会引起如此大的风波呢 原因之一 添加剂通常和食品安全话题相关 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表示 人们痛恨添加剂 因为它总是伴随着 恶性食品安全事件的出现 比如03年的大头奶粉 04年的头发酱油 05年的假鸡蛋 06年的苏丹红 08年的三聚勤案奶等等 其实这些被曝光出的 食品安全问题 大多源于非法添加物 比如臭名昭著的三聚勤案 并不是食品添加剂 而是化工添加用的原料 苏丹红 福尔玛林 也属于化工原料 不属于食用范畴 而各国对于食品添加剂 也有着不同程度的监管 在生产环节 适用范围和使用计量方面 都有着限制性的规定 有食品行业的专家 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 目前国家规定 可以使用的食品添加剂 都经过了动物实验 在规定使用的计量之内使用 是安全的 即使消费者 食用了含有食品添加剂的食品 也因为计量有限 基本上不会对身体健康产生危害 近些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大家关注的不仅仅是 能不能吃 还有吃了健不健康 界面新闻的报道显示 95后00后的健康焦虑程度 甚至已经超过了他们的父辈 有九成以上的年轻人 已经有了养生意识 食品饮料厂商 为了应对年轻人的需求 纷纷推出各种 灵堂 少盐 无油和低卡的产品 根据CBN Data 2020年发布的 新健康消费趋势报告 有一半的消费者 在食品消费当中 购买了和健康品质相关的产品 更有超过八成的消费者 会主动调整饮食来预防疾病 国外的食品工业比国内起步的更早 历史更加悠久 欧美的消费者们 对于食品健康的需求 是近些年来的趋势 从有机食品的潮流 到添加剂的严格限制 最近几年更是出现了一种 名叫Clean Label 也就是更干净的配料表的趋势 它指的是消费者 只去购买那些 能够看得懂的配料表的产品 这个词条 甚至还有了自己的维基百科页面 那么欧美食品行业 究竟是如何来应对消费者 不断升级的健康需求呢 其实欧美消费者 对于食品健康的偏好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的 一篇文章显示 在上世纪50年代 发达国家的加工食品开始兴起 其中添加的防腐剂 有助于延长食品的保质期 从而保证食品安全和营养 当年的消费者 更喜欢这些经过工业加工过的食品 而现如今 配料表上有了越来越多 普通消费者看不懂的化学物质名称 消费者就更加喜欢那些 号称天然的食品 一项覆盖32个国家 和8万多名受访者的调查显示 有近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认为 天然和健康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2015年的尼尔森 全球健康与福祉调查 也同样显示 人们认为最理想的食品属性 是新鲜天然和精量不加工 有机食品无疑是最符合现在消费者 对于天然概念向往的食品品类 无论是美国的有机标签 还是国内的绿色食品 其中都不允许使用人造防腐剂 色素或者是香料 只有少数合成物质 可以用于有机食品 根据Stadista的市场研究数据 仅仅在美国 有机产品的市场规模 已经从2005年的133亿美元 增长到了去年的575亿美元 由此还涌现出了一批零售商 他们自己的标准 比监管机构的要求更加严格 比如说连锁超市Whole Foods 就创建了自己的食品成分进入清单 还有反式脂肪 多种人工色素 腔筋 防腐剂和甜味剂的产品 都不能在Whole Foods当中销售 根据Business Insider的报道 Whole Foods以137亿美元的价格 被出售给亚马逊的时候 大约70%的收购成本来自于商誉 也就意味着亚马逊收购Whole Foods 主要是出于它的品牌价值 也就是Whole Foods提供健康产品 在消费者心中留下的正面印象 天然食品和有机食品 在生产过程当中 由于不使用添加剂 成本相对来说就更高 价格自然也就不便宜 这就给了消费者想要吃得健康 就要多付钱的感觉 当购买者有消费能力的时候 他们也愿意为食品的健康和安全 支付更多的费用 食品厂商Cary Group的一份报告显示 美国75%的消费者 愿意为健康食品支付更高的价格 而这一比例在年轻人当中 更是高达88% 而实际上消费健康食品的 往往也是收入较高的人群 市场研究公司尼尔森的一项研究发现 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家庭 会更多地消费那些配料表 简单干净的产品 健康食品的高价格 也吸引了那些传统的食品公司 比如在亚马逊网站上 一盒卡夫有机通心粉的售价是25美元 而同样是卡夫公司的普通版本售价 还不到20美元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可口可乐 佳吉 卡夫和马仕 等等大型食品公司 收购了美国大部分地区 有机食品厂商 而仅仅在有机食品认证 立法讨论的5年之间 大家熟悉的那家 生产番茄酱的行业巨头亨市 就收购了19个健康食品品牌 对于食品厂商来说 天然有机的产品 可以提高价格 销售给高收入的人群 但是他们也并不愿意放弃 普通产品的市场 在购物时查看产品配料表 也不再是高收入人群的专利 有相关数据显示 在德国和日本 阅读食品配料表的消费者比例 都超过了九成 为此很多食品厂商 把配料表中那些难懂的添加剂 换成了各种自然产品的提取物 比如英国卫报的一篇报道里提到 香肠配料表中的迷迭香提取物 给消费者一种天然健康的感觉 但实际上这是一种防腐剂 是二丁基抢基甲本的替代成分 而在迷迭香提取物的制造过程当中 还要经过正脊丸 乙醇和饼铜等等化学溶剂的萃剂 和我们脑海中想象的绿色植物 可并不相同 所以聊到这儿了 我们很想来问问你 不知道你是如何来看待 食品添加剂的 你觉得该怎么样 才能够吃得更加健康呢 欢迎你在我们的评论区里 和我们一块来聊聊 那在下期的节目当中 也就是周三 我们将会一起和你来关注 食品原料当中 最有争议 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物质之一 糖 看看在全球四十多个国家 征收的糖税 是否真的能够帮助人们 实现健康饮食的目标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 那我们在这周三 一早再见啦 拜拜 这就是今天为你准备的 生动早咖啡 希望能给你带来 一整天的能量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你分享给 更多的朋友 这会对我们非常有帮助 同时你也可以在公众号 和微博搜索 生动活泼 生是声音的生 这样就可以了解更多 与我们节目相关的信息啦 生动早咖啡 期待与你 下次再见 再用心动向 superior 并且不再做什么 skill 与你 好 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